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是姜老師 我是姜老師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活動呢 就是現在是在除夕的前兩天 我今天去逛了好事多 然後要挑一些禮物送給我兒子的保姆 然後還要送給我的公公婆婆 那我就想到底要買什麼東西 我就看到好事多賣一個非常奇特的東西 而且正在大打折扣 所以我就一口氣買了三支 就是這個 彌勒佛春籤筒 今天就來開箱彌勒佛春籤筒 Let's go 我們現在要帶著這三尊佛回家 可是就是遇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真的太大 它裝不進我的這台汽車 我們只裝了進兩個 而且後車廂是連一個都放不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一個先在路邊拆封 然後回到家再把它裝進箱子 好的 我必須說這應該是我本人在好事多買過最獵奇的東西了 因為這個東西呢 乍看之下就是感覺有點 怎麼講 特殊 但是其實我是兼具它 我考慮到它兼具的實用性 它是存錢筒 那我想要買一個給我兒子 因為我覺得我兒子也需要有儲蓄的觀念 我們有時候就是會給他零用錢 如果就是他有什麼作為就是一些獎勵的部分 就是會有時候會有個十塊嘛 那我覺得他可以用這個存錢筒 然後累積他人生的第一桶 金 也不一定啊 反正這個存錢筒呢 就是我感覺可以就是蠻實用 然後放在家裡也很喜氣 因為在好事多的官網上面它寫了 這個就是讓你放在你的家裡啊 居家也好 辦公室也好 或是你的營業場所 讓你覺得這個在新年的時候 有非常招財的一個感覺 我只是很好奇這個存錢筒 它這麼大一個 它到底能夠裝多少的零錢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實際來測試一下 好我們現在話不多說 先來開箱吧 我不得不說 它還蠻有重量的 我先踢在這裡 好的 首先它有一個非常肩負的 保麗龍的外盆 我跟你講 而且你們猜這個東西多少錢 它其實讓我很想要買它一個原因 還有 它真的很便宜 它原本是兩千多塊 然後它現在打折了 雖然是五折嗎 因為它只賣了一千零七十九 它網站上面也可以買耶 所以它可以免運費耶 這麼大尊 然後免運費 騎到你家 拜託運費都幾百了 好不好 等一下 它快要 喔 這是它的正面 我覺得它出來的時候一定很精的 還有一個原性 所以我覺得它長得很像我小兒子 它真的長得很像我兒子耶 啊好開心喔 你看 那東西看了就覺得很療癒 怎麼可以不買才一千塊耶 它這裡背後就有一個純錢孔的 純錢的洞 好的 OK 喔 喔喔 中到頭了 好 再來這下面有一個洞 可以打開 看一下裡面有多少空間 我覺得它應該可以裝四萬塊的十元 我們今天就來去銀行換四萬塊的十元回來 偷偷看到底它可不可以存這麼多錢 那我們先來投幣一個看看 聽那個聲音 好療癒喔 我看到 很大耶 等一下 這很大耶 這四萬嗎 我們就看看 你可以讓我累積多少財戶吧 我問你們 你們如果收到一個朋友 在過年的時候 送你們這個禮物的話 你感覺怎麼樣 你是感覺說 哇你 你真的品味很棒耶 就是 你送的真貼心 這真是我們家需要的 還是你會覺得說 欸 就是請問你是在哈囉嗎 就是你 你送一個 這個到我家我是要放哪裡 應該不會吧 我覺得這 是挺貼心的 你看著它 你看著它 你再仔細看一下它的臉 你不會覺得很開心嗎 然後 它又可以幫你累積財富 又可以當你的好朋友 當你覺得 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就看著它的臉 你就會覺得會心一下 沒有什麼 事情是過不去的 對不對 對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我相信我的保母 應該會非常喜歡的 我覺得我這個選擇太棒了 而且我買了三尊 你知道我原本我很怕我搶不到 我原本只買了兩尊 後來我想不對 我還要再加買一個 這個東西太棒了 然後我再跑回去買的時候 我本來以為會被搶光 因為它total也搭不過 才 可能才七八個吧 我回去拿的時候 還是跟我當初看到的一樣 只有我一個人買 可是我放在車子裡的時候 大家都一直看我車子裡的這個Milafo 我就想他們是不是很想買啊 他們是不是很羨慕 我有買到這個東西 反正這個開箱我們看完之後 我相信你們一定都會被燒火 你整個就是被我燒得療圓 你們就受不了了 然後你們想買 對不對 但是限量是殘酷的 我估計這個東西看起來就非常限量 好 我們不囉嗦 趕快餵它 吃淺淺 好的 我們現在來測一下這支鋪滿的體重到底有多少 然後跟它塞滿之後的重量到底有差多少呢 好 首先我們看一下它 這樣往前 OK 4.5公斤 好的 我們真的去了銀行換了5萬塊的10元 這裡就是5萬塊的10元 看到小袋的這個一袋是2000 所以這件小袋一共有1萬塊 這個大袋的是2萬 然後這個是2萬 現在就要來試試看 你們的這個 娛樂佛純仙桶到底可以塞多少錢 但我現在覺得這個比例看起來 它不可能可以裝5萬塊 應該不可能這麼多 哦 它裡面都是小袋的啊 等一下一個就是 它這上面有寫一個就是2000元 這全部的錢加起來幾公斤你們知道嗎 35公斤欸 那這個米肉佛它本來4.4公斤 如果 35公斤的錢全部裝得進去的話 它不就是40公斤啊 天啊 我要是 回到高中時的體重 就是40公斤 我高中還曾經38 39公斤過 就是被那個腳踏兩條穿的男朋友害了 他腳踏兩條穿 那個時候我就 爆瘦 然後就變成38 39公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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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第一次靠自己做事 好大的聲音喔 我等一下一定搬掉它 好累喔 我已經3號 你看我的手 都是黑打 錢真的很糟啊 所有的小朋友還有大人 如果夢過淺淺的時候 要記得洗手 娃娃不然就會像阿姨的手一樣 好的 我剛剛塞完了12000在她的肚子裡面 然後我覺得她看起來 還沒到一半吧 我覺得她至少可以沉在25000 那我們就繼續塞吧 好累 現在已經塞了3萬塊的零錢 在她的肚子裡面 還有一袋大袋的2萬塊還沒塞 她目前呈現的感覺應該是快要到肩膀 我覺得她應該快要緊繃了 那我們繼續塞起來 塞好 塞滿 好的 現在已經快要5萬了 剩下我身旁這一小袋 然後她現在只到大概這裡吧 所以她距離這個孔 還有這樣子的距離 我真的沒有想到她可以裝5萬塊你知道嗎 我不敢相信 因為我覺得這個 但是我跟你講 當你真的把這個鋪滿 存滿了以後阿 你要帶去銀行也是非常麻煩 我建議你們不要存滿 因為這個錢一共是35公斤 加上這個佛本來是4.4公斤 那你這樣加起來等於是一個 39.4公斤的東西 你這樣會搞得你自己很麻煩 你會去不了你 你會到路而銀行 但你們聽聽看她現在已經有點滿 你聽那個聲音 有沒有 她沒辦法掉那個原聲 為什麼要講這個新話 讓自己整身有錢的味道 你們說誰不喜歡錢的味道 是吧 但是銅板要真的 很久了 很想脫 這樣 真的要投完了耶 5萬耶 Middle for Puma 我真的服了You 沒有 好 不錯了 最後的一顆 辛苦你了 我們都辛苦了 所以呢 現在我們今天為大家開箱的這個 Middle for Puma 沒想到她竟然能夠裝超過 新台幣5萬元的10塊錢 希望她可以為我們帶來 非常大的財富 然後也希望大家喜歡今天影片 喜歡的話記得分享按讚 裡有任何訂閱的回答 你們最重要的就是 並為我們打開小鈴鐺 掰掰 醫生 每個月 都可以 轉個個店 打開小鈴鐺 你們可以往外走 一開始 。